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1月21日 西部联出中立威欣切 周五下午 奥执连有精彩好戏上演 威灵顿凤凰将对阵西部联 后者上轮联赛被强敌中止连胜脚步 球员实在心有不甘 此番对阵排名没留的威灵顿凤凰 西部联当然希望重返胜轨 本赛季开脸 威灵顿凤凰投二轮联赛取得一胜一合的战绩 原本以为球队取得不俗开局 但意想不到的是 这会是他们噩梦的开始 要知道 之后的四轮联赛 威灵顿凤凰全部遭遇失利 当中仅攻入过一球 威灵顿凤凰目前积四分 仅排名积分榜没留位置 最大原因当然就是近期这波连败 而球队联赛至今六轮军场入球数只有0.67个 轮为火力第二差的队伍 对此实在难以将他们拯救出泥潭 虽然 威灵顿凤凰在网季上占据优势 但球队目前士气严重受挫 竞争力无法提升 他们金仗还是不宜高估 阵容方面 门将奥利夫沙尔因伤缺阵 纵使前锋派祖裕在比赛末段取得入球 但始终为时已晚 西部连最后以1比3不敌墨尔本胜利 球队此前的连胜记录亦就此作罢 需要指出的是西部连之前曾一度取得联赛四连胜的佳绩 期间更是全部零封对手 而攻击手地荷尔斯和甘洛亚伯恩先后扮演重要角色 毕竟他们在那波联胜中攻入关键入球 可见球队进攻端确实值得期待 此外 西部连联赛至今积分12分排在积分榜前列 虽然进攻端有点失威 但球队防守端确实值得称赞 要知道 他们六轮联赛 仅失四球 军场0.67个的失球数令其成为防守最好的队伍 感谢你收听完播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观看